5月23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任行政长官梁振英 在北京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问题 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启动相关程序十分迫切 因应香港目前这个局势 我觉得最好这个节奏能够快一些 能够尽早把这个立法工作完成 在香港实施 梁振英表示 全国人大启动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程序 是完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安排 一国两制自从23年前 在香港实施以来是成功的 这个是局势公认的事实 但是里面有些缺陷 包括刚才我说的一直没有成功的 根据这本法23条 定理国家安全法律这个缺陷 就造成刚才我谈到的 包括过去大半年的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是个补充 是个完善 梁振英强调 每个社会都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目前在香港既没有这方面的法律 也没有这方面的执行机制 对香港的长治久安十分不利 我们在香港看到一些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包括港独分子越来越猖狂 提出要香港独立 提出种种的去中央化 去中国化的一些建议 什么广场立宪等等 也看到了有外国外部势力的参与 所以这个是在一次的说明 我们必须有国家安全的法律 这些必要性 梁振英指出国家安全法的存在 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 同时提供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让投资者做好投资 让经商者做好经营 让市民有安宁的生活 相关法律的实施 并不意味着一国两制的终结 有了这个在香港实施的国家安全法 并不等于香港就实施一国一制了 因为香港的国家安全法 跟内地的不一样 这个执行机制跟内地也是不一样 所以还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得到更充分的落实 有外界声音 一律香港国家安全法一旦落地 将会令投资者对香港失去信心 梁振英表示 在中国内地投资的境外投资者不在少数 他们能适应内地维护国家安全的大环境 不相信他们在香港会害怕 在中国内地的美国的总数 是大于在香港的美国的总数 在内地美国的投资 是高于在香港的美国的投资 因此我不相信 美国人也好 我们台湾同胞也好 香港人也好 他对内地的这种国家安全的法律 或者国家安全的维护国家安全的大环境 他们是害怕的 他们在内地不应该害怕 在香港更加不应该害怕 梁振英强调 相关法律针对的是极少数危害国家安全的 如恐怖分子 策动香港独立的少数港独分子等 对香港绝大多数居民是保护作用 这个国家安全法 在香港实施之后 是保护绝大多数香港居民的 包括香港居民当中的我们中国人 也包括香港居民当中的外国人 因为有了国家安全法 香港会是一个更为稳定的一个社会 所以这个国家安全法 不仅保护香港居民 还会向香港居民提供一个更美好的 更有利于工作经营投资的 这么一个环境